第3067章地下瀑布 这一剑几乎抽走了柳无邪六成左右的玉神器 猛兽身体在半空中来不及做出反应 柳无邪等的就是这一刻 用插猛兽巨大的身体 一分为二被柳无邪一剑劈开 剩下最后一头猛兽 受到鲜血的刺激变得更为狂躁 四体腾飞不断地撞向柳无邪 搜柳无邪借助身法不断闪避 猛兽一次次扑空 拿出大把的丹药丢入吞天神顶 消耗的玉神器正在快速恢复 吃我一拳柳无邪这次没有闪避 而是直接冲上去 进入天狱后还未真正酣畅淋漓地战斗一场 之前击败前阅他们没有任何挑战性 这次不同猛兽级别堪比高级内门弟子了 正好可以好好牟利自己一番 哼一拳击中猛兽的腹部 沉闷的撞击声 能透过精力传递到湖顶建筑当中 老怪头脸上没有任何变化 他早就看出来 柳无邪修炼了阴门肉身功法 极其强横 再来柳无邪揉了揉拳头 再次冲上去 砰砰砰 猛兽就是猛兽 变化能力远不及人类 失去了玉灵纹 战斗力大不如前 只剩下胡乱冲撞 除了一身蛮力之外 很难威胁到柳无邪了 一拳连这一拳 拳拳到肉 打得猛兽不断哀嚎 连续攻击数百拳之后 猛兽躺在地面上奄奄一袭 死 一剑斩下 面前的猛兽 彻底死去 祭出吞天神顶 将这些猛兽的身体 全部吞噬掉 用于壮大自己的太荒世界 杀死那些猛兽后 空间裂开一道缝隙 柳无邪从里面走了出来 此刻外面 才过去一天多的时间 要比老怪物所说的三天时间 足足提前了一半 前辈 按照约定是三天时间 如今我一天半结束战斗 剩下一天半时间 是不是自由了 柳无邪出来后 朝老怪头问道 去不老街 给我打一壶酒回来 老怪头说完 摘下腰间的葫芦 丢到柳无邪面前 让他去朔月城不老街 给他打一壶酒回来 整个不老街 只有一家酒商 是柳无邪脸上流露出一丝喜意 加入天神殿 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 最远的地方 只是去了一趟交易房市 并未离开天神殿范围 前往朔月城 马不停蹄也要大半天时间 这一来一回 正好一天半 至于安全 暂且不用担心 纵然是面对高级虚神境 也有自保之力 况且他现在是老怪头的人 没有人敢动他 跟老怪头相处这些日子 虽然饱受折磨 起码不用担心 每天遭人暗算 种种迹象上都能看出来 老怪头并无害他之心 至于出于什么目的 柳无邪又不清楚 拿起酒壶 柳无邪嗖的一生消失在原地 就在柳无邪消失不久 一道洁白的人影 从不远处款款走过来 站在老怪头面前 他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好苗子 洁白的人影 背对着外面 看不清面容 朝老怪头问道 是不是好苗子 半个月之后见分晓 希望你能遵守承诺 老怪头对这个白色人影 没有太多的敬畏感 说完开始整理那些奇奇怪怪的瓶子 希望吧 洁白的人影一闪而逝 消失在杂役堂 仿佛从未来过 柳无邪飞奔在关道上 路上偶尔还能见到其他天神殿弟子 朔月城距离天神殿最近 每天都有大量的天神殿弟子 前往朔月城 就在柳无邪离开杂役堂不久 前月还有丁宝泰 以及赵迎他们 就收到消息 杂役堂有他们的眼线 柳无邪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们监视之中 丁师兄 柳无邪离开杂役堂 朝朔月城方向去了 前月很快找到丁宝泰 汇报柳无邪的动向 另外一个方向 赵迎还有李文航他们 已经朝朔月城方向前进了 打算半路截杀柳无邪 只要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没人知道是他们杀了柳无邪 这小子终于出来了 这段时间 丁宝泰每天都在仇恨当中度过 三十丈则 让他屁股开花 好不容易养好了 正愁着如何报仇呢 老怪头那边肯定不敢去 如今柳无邪离开天神殿 正是他们诛杀柳无邪的好时机 柳无邪渐渐放慢速度 反正一天半时间 倒也不是很赶 半日之后 终于看到朔月城轮廓 上次过来 只是匆匆逗留 并未领略朔月城的风采 朔月城在下三玉 也算是顶级大城 里面居住的修士 不计其数 家族盘根错节 明争暗斗更是层出不穷 进入城中 柳无邪再次放慢速度 上次来的时候 买过一份地图 知道不老街的位置 就在柳无邪进城不久 赵迎还有李文航出现在城外 柳无邪刚进去了 他们清楚地看到柳无邪迈入朔月城 开口说话都是赵迎 柳无邪当着大量的弟子的面 扇了他一耳光 让他颜面尽失 李文航也好不到哪里去 柳无邪一见将他击败 早已成为众多弟子口中的笑柄 我们跟上去 李文航当先一步 紧跟柳无邪 以免跟丢了 李师兄 柳无邪实力不低 仅凭我们两个 好像不是他的对手 赵迎虽然很想报仇 但想到柳无邪的实力 又不禁打起了退堂股 柳无邪能一见重创李文航 战斗力早已堪比虚神境 放心吧 我已经联系了在城中采购物品的王林师兄 李文航神秘一笑 他当然清楚自己不是柳无邪的对手 但王林师兄可是虚神五重 斩杀小小的练神境 还不是手道擒来 听到王林师兄 赵迎脸上流露出狂喜之色 柳无邪连续穿过好几条街道 一个时辰后 终于来到不老街 整条街道极为萧瑟 不像是其他街道 非常的热闹 这条街道空空荡荡 只有几家商铺 还在苟延残喘 远处房檐下面 插着一个酒旗 迎风招展 柳无邪很纳闷 朔月城酒商不下几千家 为了老怪头只选择一家 穿过荒无人烟的街道 柳无邪很快来到这家酒商门前 门楣上挂着不老酿三个字 有些年月了 文字看着十分模糊 勉强能看清 店铺也比较普通 建筑有些古老 看起来摇摇欲坠 里面也没什么客人 只有一个酒宝跟一个掌柜的 没有客人 酒宝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掌柜的趴在柜台上 不知道计算着什么东西 柳无邪迈入门坎 进入店铺 有客人来了 酒宝连忙站起来 热情帝朝柳无邪打招呼 公子是来买酒的吗 酒宝热情帝问道 柳无邪翻了翻白眼 到这里不是买酒 难道是购买其他东西吗 把他装满 柳无邪拿出老怪头的酒葫芦 递到酒宝面前 让他把葫芦装满 当酒宝看到柳无邪手中葫芦的那一刻 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不敢接下葫芦 这边的举动 引起了掌柜的注意 抬起头看向柳无邪 是他让你来的 掌柜的从柜台后面走出来 朝柳无邪问道 他 柳无邪愣了 难道掌柜的认识老怪头 这壶酒比较特殊 需要你自己去装 掌柜的从柳无邪表情中看到一些什么 让柳无邪自己去装酒 柳无邪没想太多 拿起酒壶 朝那些酒缸走去 只要装满酒壶 自己任务就算完成了 他需要的酒 可不是这里的酒 掌柜的连忙打断柳无邪 如果只是装这些酒 酒宝就去完成了 何必要让柳无邪自己去装 那我该去哪里装酒 柳无邪一头雾水 自己只是来买酒的 怎么这么麻烦 打算买完酒 好好去逛逛说月城 只要明日傍晚赶回即可 你跟我来 掌柜的没有解释 穿过外堂 朝那堂走去 犹豫了一下 柳无邪还是跟了上去 穿过一座弧形门户 前方视野陡然开阔 跟外面的建筑 又不相同 这里种满了奇花一草 淡淡的酒香 弥漫天地之中 柳无邪没说话 静静地跟在掌柜的后面 穿过一座假山 前方出现一座石洞 谁也意想不到 这就不老酿后面 竟然是一座大山 他要的酒 就在山洞深处 你进去后自然知晓 至于你能不能将葫芦装满 就看你的本事了 掌柜的说完 转身离开 将柳无邪一人留在原地 望着面前的山洞 柳无邪决定还是进去看看 老怪头既然让他过来 必然有什么原因 绝不是买酒那么简单 山洞很宽阔 三人并排行走也没问题 柳无邪小心翼翼往前走 并未遭遇什么危险 足足走了展查时间 抵达山腹深处 竟然听到了涓涓流水声 好古怪的地方 柳无邪暗自戒备 手持裁决箭 一步步招水流方向走去 近来这么久了 还没搞清楚 老怪头要的酒在何处 往前走了近百步左右 视野在此开阔 一条地下瀑布呈现在柳无邪面前 水流声就是从瀑布中发出 不过这座瀑布比较特殊 跟外界所见到的瀑布完全不同 散发出浓郁的酒香之气 而且瀑布也不是很大 水流声不是很急 难道这就是老怪头想要的酒 看着面前不是很大的地下瀑布 柳无邪暗暗说道 第3068章西足灵虫 柳无邪加快脚步 朝瀑布冲过去 当靠近瀑布三丈之外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反弹之力 将柳无邪先飞出去 这柳无邪连忙爬起来 茫然地看着面前不大的瀑布 地下瀑布非常的温和 不论体积还有冲击力 都不是很强 那刚才反正回来的力量又是什么 连忙爬起来 这次小心很多 一步步朝瀑布靠近 抵达三丈左右的时候 突然停下来 目邦看向不远处的瀑布 既出鬼谋 周围的一切 看得已清二楚 柳无邪清晰地看到 瀑布周围 竟然有一股强大的气场 并非什么静致 一种天然形成的气场 常然靠近 会受到气场的影响 将其排除在外 很难靠近瀑布 尾谋继续渗透 很快抵达瀑布处 淡淡的酒香 从瀑布深处溢出 吸入一口 那种舒爽 让柳无邪不想离开此地了 酒虫 好多的酒虫 柳无邪争在原地 瀑布中竟然出现了数以万计的酒虫 它们游走在瀑布中间 靠瀑布而生 分解出来的酒气又融入瀑布 两者之间相辅相成 眼前这座瀑布俗称酒 泉 里面蕴含极强的酒气 而酒虫的食物来源 正是酒 泉 大部分酒水 都是通过发酵 一点点孕育而成 这天底下还有一种酒 乃天地孕育而成 那就是穷江玉叶 很多人都把美酒比作穷江玉叶 但真正喝过穷江玉叶的人 却少之又少 眼前这座瀑布 通过酒虫耕酒 全融合之后 演化出天底下最美味的穷江玉叶 喝一口 可以长生不老 喝一壶 可增加天地精气之力 常年喝 更是能增加修为 收回鬼谋 柳无邪眉头紧皱 奇怪 老怪头怎么知道这里有穷江玉叶 而且这不老酿为何不将穷江玉叶拿出来销售 如果拿出来 肯定供不应求 柳无邪暗暗说道 每一滴穷江玉叶拿到外面 都价值连城 无数人屈之若物 尤其是那些酒吃 摇了摇头 想不明白索性不去想了 他很清楚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这个道理 不老酿只是普通的酒商 让人知道穷江玉叶 必然引来杀身之祸 至于老怪头为何认识不老酿的掌柜的 柳无邪更不清楚 也许老怪头才是不老酿的真正老板也不一定 眼前要紧的 还是如何拿到穷江玉叶 这次小心很多 一步步往前走 靠近气场的那一刻 那种强横的反弹之力再次诞生 嗡 柳无邪脚脚步一晃 提前做出预判 没有被先飞出去 果然是欲强则强 速度越快 气场反弹之力越强 放慢速度 气场反而没有那么强烈了 搞清楚原理后 柳无邪将速度放到最慢 如同蝸牛行走 随着柳无邪不断靠近瀑布 随之而来的压力 也越来越大 起初的时候柳无邪没有在意 当靠近瀑布一仗的时候 宛如一座大山 朝自己狠狠碾压下来 弄弄弄 周身传来弄弄声 强横的压力 压弯了柳无邪的腰椎 这样下去 很容易被压死 我一定能坚持下来 柳无邪咬紧牙关 运转神魔九变 抵挡住气场的碾压 每走一步 压力都是成倍增加 主人 已经超过百倍压力了 继续前进下去 肉身可能会崩溃 宿娘连忙出言提醒主人 换做其他人前来 早已被气场碾死 仗着天地一体 竟加上神魔九变 才坚持这么久 我不会放弃的 柳无邪咬紧牙关 扣揉着身体 伸手快要触摸到 穷江玉叶了 浓烈的香气 冲入他的鼻腔 让他浑身毛孔全部张开 吞天神鼎 助我一臂之力 柳无邪调动吞天神鼎 吞是穷江玉叶中的能量 用于锤炼肉身 一座漆黑的洞口 漂浮在柳无邪面前 大量的天地精气 宛如潮水一般 涌入吞天神鼎 舒坦 太舒坦了 柳无邪连忙盘膝坐下 没有着急收取穷江玉叶 而是将这些精气 先炼化了 就算不能突破修为 也要将肉身 修炼到虚神境程度 他现在的肉身 也就堪比高级炼神四境 距离虚神还有一段距离 混沌神火祭出 将所有的精气全部炼化 神魔九遍运转 那些精气游走于 四肢百骸之中 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让柳无邪忍不住 想要吼出来 以前锤炼肉身 都极其痛苦 这次锤炼肉身 跟往常完全不同 得到穷江玉叶中的精气滋养后 肉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柳无邪清晰地感受到 每一寸骨骼 每一寸血肉 都在贪婪地吸收 力量节节攀升 肉身强度还在不断攀升 距离虚神境 只有一步之遥了 继续吞噬 加大吞天神鼎的吞噬速度 反正这里有大把的穷江玉叶 并不担心将其吞噬一空 这次吞噬力量增加了不少 竟然吸进来一部分穷江玉叶 穷江玉叶中蕴含的精气 更加醇厚 融入体内后 宛如一颗烟花 瞬间炸开 轰隆隆 柳无邪清晰地听到 自己体内传来炸雷声 每一寸骨骼 竟然在蜕变 神闻 骨骼上终于烙印神闻了 柳无邪欣喜若狂 诞生神闻 意味着他终于迈入诸神门坎 拥有成为诸神的潜力 肉身终于率先跨入虚神境了 柳无邪来不及兴奋 继续巩固 肉身越强 将来成就越高 已经开辟出来第五十海 某种程度上讲 他的魂力 已经堪比虚神境 不知不觉一个时辰过去 不老酿的掌柜地趴在柜台上 回头看了一眼内堂 见没有动静 继续找周公去了 足足过去两个时辰 肉身终于不再晋升 柳无邪这才作罢 站起身子 周围涌过来的气场 被柳无邪抵挡住了 好强的力量 柳无邪捏紧拳头 一股淡淡的连衣 四散开来 因为修炼了神魔九变的关系 肉身要比普通的虚神境 还要强悍 迈出最后一步 柳无邪终于站在了瀑布边缘 拿出老怪头的葫芦 放置瀑布下面 咕咚咕咚 大量的穷浆玉叶 进入葫芦里面 柳无邪拿出一堆玉瓶 尤其是那种自成空间的玉瓶 全部用来装穷浆玉叶 不知不觉一炷香时间过去了 柳无邪身上能装的玉瓶 全部用完了 而老怪头的葫芦 依旧没有装满的意思 好大的空间 柳无邪轻轻晃了晃 发现葫芦连一半都没装上 只一只细小的线虫 突然从柳无邪面前一闪而逝 随后钻入瀑布之中 什么东西 柳无邪以为自己眼花了 九虫非常的小 只有真别大小而已 刚才出现的那条线虫 约筷子长短 要笔法撕掠粗一些 没有理会 继续往葫芦里面装酒 不知不觉半个时辰过去 老怪头的葫芦 终于快要装满了 就在这时候 刚才那条细小的虫子 又出现了 七族灵虫 柳无邪发出一声惊呼 从天津旗丹路中 曾看到七族灵虫的来历 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药材 更为可怕的是 七族灵虫已经灭绝无数年了 天津旗丹路只是收入而已 好东西 天大的好东西啊 柳无邪兴奋的手舞足道 将老怪头的葫芦 扔进自己的储物戒指 等待七族灵虫下一次出现 天玉神要分为三六九等 而七族灵虫 绝对是最上等的那一种 别看它体积小 专吃天下最珍奇的东西 应该是被穷江玉叶吸引过来 所以炼化了七族灵虫 等于炼化了一座大宝库 柳无邪如何不开心 除此之外 七族灵虫体内的灵性 可增加玉灵之力 柳无邪虽然掌握了极其罕见的玉灵术 但它的玉灵之力 并不是很强 甚至还不如玉灵堂的长老 仗着它的玉灵术强大 弥补了玉灵之力的缺憾 天底下不是人人都适合当玉灵师 体内诞生不了玉灵之力 是没有资格成为玉灵师的 难怪柳无邪如此兴奋 双目死死地盯着瀑布 等待七族灵虫下一次出现 寄出吞天神鼎 悄悄守在一旁 等七族灵虫一出现 立即将其收取 有了七族灵虫 就能突破到神魂二虫了 时间无声无息地流逝 七族灵虫似乎消失了 再也没有出现 柳无邪皱了皱眉头 时间不早了 他要尽快赶回去 不能一直守在这里 七族灵虫吃饱喝足之后 就会趴在穷江玉夜中睡觉 这么小的体型 柳无邪去哪里寻找 就在柳无邪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七族灵虫再一次出现 这次趴在瀑布上面 大口吸收穷江玉夜中的精华 柳无邪不敢打草惊蛇 以免惊动了他 索性蹲下来 将吞天神鼎隐匿于腹部 这样七族灵虫就发现不了了 下来 快下来啊 柳无邪焦急万分 等了半天 七族灵虫一直不肯下来 就是漂浮在瀑布上面 吞天神鼎抵达天域后 释放面积有限 只能盘踞在自己身边 无法抵达瀑布上端 七族灵虫吃饱之后 顺着瀑布往下游 距离柳无邪越来越近 柳无邪屏住了呼吸 心脏发出扑通扑通的跳声 心都快要跳到嗓子眼上了